阿德想說我也很早就辦了 但是都沒有刷過 怕他不用免費就冰著 他那個終身免費真的是還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說 為什麼銀行他可以推出終身免費的優惠 那他就 這些成本都不用負擔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剛剛阿德講這個問題很好 我也在想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他為什麼要辦這麼多活動 要促進你去刷卡 就是他希望能夠從你的身上 把這些羊毛給擋入回來 所以這個銀行其實也是算得很精明的 他雖然說不跟你收免費 但是他會用很多的股票信件去攻擊你 也許哪一天沒打到你就去刷了 那你如果又有哪一天忘記繳款 你就要付違約金 或者是你要付喜歡利息 那他就有賺 所以不管多少銀行都一定是有賺錢的 好不好 大家就注意